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梓梓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两位一座 就近期备受关注的重大市政议题 提出检视和探讨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七组区市议员张耿辉张一座 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冠宇你好 还有我们基隆的观众朋友 其实线上的网上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张耿辉 大家好 张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 陈冠宇 主持人小军也好 然后还有我们的老大 就是耿辉大哥好 然后还有每一位观众 在看电视或看线上的大家好 冠宇一座好 首先要先带大家来关注 我们基隆捷运建设的规划蓝图 捷运带开通 势必将为基隆带来 全新的发展契机 在建设过程中 如何因应周边的环境 变迁以及妥善规划土地利用等 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耿辉一座 其实在追踪这一个 基隆捷运的建设部分 从一开始到现在 每一个目标 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关注 是 我想有关这个捷运 在房间的话 一直在跟我有时候 异道的话有在谈 还是有点有点 就是谈到捷运就文字色变 还是像我们的捷运没搞 那我其实捷运谈这个捷运也谈了很久的 我们从这个 我这边民国97年的时候 在之前的话就看到一些协长就在谈到我们捷运 就谈到最近的话 因为有消息是不是可以放这个 这一张的话是林市长 林市长在了在任何时候 2017年 尤其是他的重大的政策 当初总统 还有我们行政院长交通部长 那个包含我们的蔡贤立委 一大群来我们基隆先市 所以这个我们期待很久了 那时候是阪南县的中阴量 中阴量 说2022要通车 结果现在已经2023了吧 现在还通不 没有办法通 结果我也看不到中央一个人来基隆市 对不起我们没有讲 那现在我们来讲最近的 最近又有核定了 是不是可以放那个 我的那个没有的话就是 好 我来用 好 最近的那个等一下路线没关系 执行旗程通车 最新的行旗程是我们 113年的1月30号 行政院现在已经 已经最近通过了 那疫境9年的时候 1122年要完工 这张 然后我们下一张就是 当然这个路线的话 所有的经费 诶 是看图案的话 所有的经费 这个是旧的 才几个月马上 本来我们是47.92亿 基隆市政府负担的 全场的话大概总共18站 那时候是15.59公里 然后总经费是696.89亿 那其中的话我们七赌七就是有四站 七赌站 六赌站 百湖站 跟北湖赌站 那我们看下一张 现在没有多久的话 经费又增加了 增加了 增加变成72 这张有 好 我们来看这张表会 这个 马上不到几个月当中 从我们696亿增加到 总经费是增加到 1093.32亿 那我们基隆市政府 马上就要负担了 又要增加24.30亿 等于72亿多 原本是49亿 四七亿多 那从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沿途的话 这个 我们这个几个站的话 我们要了解 未来这几个站 开发的连外道路 连外道路跟那些接驳的 还有开发的产值 这些我们都要讨论 包含未来的物料 那物价会不会上涨 还有我们那个人力 人工那些会不会上涨 这九年当中 未来的话营运 那些盈亏 我们市政府是不是财力所能及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讨论的 就我们这个七站台 第一站刚好是我们基隆 公车处这边附近 这也是在我 第一任开始在追的时候 九十几年开始在追的时候 原本我设计 这个市政大楼 是 我们 看这个图 原本我设计的 就找规划设计 在我们公车处 前面那个 当初我的用意是说 希望能够所有市政府 这个是明德国中的议定地 4千700多坪 那都不用买地 东周我的构想的话 我们是老七堵的应该都知道 我们从小街前面那边有地下道 当初我的规划是说 所有市政府通通进来 地下道通地下道 通到我们一等站的地下道 那时候就是往跟比照南港一样 南港地下街一样 那现在好了 我们在第一站 若是没有其他产值的话 我生怕是蚊子站而已 人家要投资也是一样 看看地方上 你也没有那个产值 那没有产值的话 他宁愿到台铁去做台铁车就好 不需要再做这个街 因为台铁那边 直接又可以 做那个高级列车 普悠马等等的话 有些西部干卸桌 从这边发车 所以未来的产值 连外道路 及街坡 非常的重要 那我是建议说市长 若是说可以的话 他时常在讲 冠言应该也很清楚 因为是要跟人家合见 那 我们 公车站这个站体旁边 吉隆旁边 刚好一个联华公司 那我们小时候都在 这都很清楚 已经他也是很久的一个公司 假设可以的话 跟联华公司一起包含我们市政府 这原本的明德国中的交易用地 这个加起来面积就很大 那未来第一站的话 若是从市政大楼 能够把它牵到我们第一站的捷运站 附近的话 让我们旅客 直接做捷运 直接上捷运的话 就到我们市政府这边来 这也有一个选项方案 那有产值的话 周遭 若是有产值的话 地方上会加速的来发展 但很可惜的 我在二十几年就开始讲 包含我们北无独的研发性市政 现在又回过头来 这个市政大楼 真的有时候要 这几任的市长真的要打屁股 包含我们已故洗钱市长 那我们张市长又延续我们洗钱市长说 要就是原地改建 所以原地改建的话 你说到了现在已经几年了 还是不能做 到了林市长林又张市长 又要到公车处那一块土地 结果他现在又 又停摆在那边 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 真的是非常当明代的话 很多的建议 我想好的建议是希望首长能够 去参考看看 不然基隆市建设 有可能是等二十几年 回到源头现在又要重新开始 那想一想 假设市政大楼前来这边 第一站也在我们公车处 我们可以走地下街 发展为地下道 然后转运站原本要做 就是火车站旁边现在的停车站 我一直争取一直争取 我哪一个大帐旁边没有刻印转运站 我在议会多次而已 我相信冠宇也应该有听我在讲 只有台湾基隆的七堵 他没有刻印转运站 本来张前市长要做的 被我们林前市长三个月给我换走 换走 换走到时候我在议会 又询问 市长你多久能盖我 他跟我讲两年 这个我们议会的议事事务可以去查 结果搞到他卸任了八年以后 到前阵子 还五百多条的切丝交给我们 谢市长 我有时候情何以干 人无言利啊 并有近优 尤其当一个首长 你一定要有潜瞻性 比人家要左眼一点 基隆市来讲 多少个二十年 可以让我们在那边来发展 所以已经停顿了很久 所以在未来 这个财政有没有帮我说 我是希望两条 开源节流 何谓开源节流 开源的话就是我们中央的一个财劃法 到现在非常不公平 我们现在还躺在立法院 我第一次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建议社会 当初我们完全执政的时候 马总统那时候说要弥补我们的一个重大政签 因为他踏票 我那时候是国民党 所以我离开国民党至今十几年了 一年少了十五亿多 现在从九十一年到现在应该给我们三百一十九亿多 三百一十九亿多 我们金融市很好做事 谢市长也会很好做 现在还躺在立法院 对我们所在地港口的非常不公平 因为港口在我们那边 台北港也是我们分公司 我们缴的关税货户税缴的多少 在几个港口我们是数一数二的 所以现在他们那个钱 财政都是由六都来花 难道我们缴的税不一样吗 所以这个讲到这边我就一度指火 所以在这边我也希望我们这个立委不分难力 要好好的赶快中央财务法赶快的通过 对于我们所在地的县市的话 比较有个公平 不然的话依人口数来讲 我们基隆市永远分到那些 本来是一年二十三亿多 现在按照统筹分配款 加上我们港户籍的营业金来加价 来分配 总共我们才得了八亿多 少了十五亿 一年少了十五亿 你说对于我们的财政一个相当一个负担 所以在这边我再次的 我们也呼吁我们林委员 还有我们县市长 极其的印起来 尤其财务法 现在国民党的人数也多 对于县市所在地的那些 不光不易的那些财务法 赶快通过 这样我们未来整个基隆市 不管是捷印 还是各项建设的那些工程会 至少有个弥补一些 是 就是要开源节流 所以我们现在要 从我们的财政部分着手 我们要来看看基隆市财政状况 来进行全面的解析跟探讨 从电动机车的补助政策 各道长照福利教育基金 以及公车运输的各个领域 是否真的能够为民众 解决他们的需求呢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冠宇一座 好 谢谢小军姐 那也顺着刚刚就是 耿惠大哥那边有提到是说 你可以知道是说 未来我们基隆捷运 基隆要负担的金额 只会越来越高 那现在除了基隆捷运之外 也随着就是新北市政府 在推就是民生系指线的台北段 那他们有一座机场 八堵机场也要设在八堵站的后方 机场的经费是要负担 基隆市当然也必须要负担 所以未来我们现在针对捷运建设 我要负担的不只是基隆捷运 还有另外一个八堵机场的建设经费 八堵机场建设经费 目前还没有估出来 可是你可以知道 目前全台湾双北市的 机场建设经费都在三四百亿以上 那未来基隆市要负担的 可能也是十几亿 所以再加上基隆捷运 我们搞不好光是这样子的捷运建设 基隆市要出一百多亿 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有市政基本上都以财政为最优先 因为财政如果不健康 其实所有的市政你要能够推动 民生建设要有感真的都会 捉襟见肘办不到 那所以先来带大家看是说 就是目前的变迁 就是我们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其实市府就是有提出一个政策是 这个青年电动公益机车 那当时有几个市政的目标 就包含像是电动 这个你要做社会公益服务 你要做净铃碳排 那所以就是要加速太久换星 然后基隆市也会提出一个 净铃碳排的这个自治条例 然后以及说我要减少洋洋机车 刚刚有提到说 当时去年十月是强制要太久换星 那但是在今年三月二十八号 这个政策我后来已经会用一个细程 它已经不叫做青年公益电动机车了 它叫做电动机车免费送 因为从今年二点零的方案 现在是就是公益 做公益不用做了 太久换星也不用了 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 关于净铃碳排 或是减碳的自治条例提出 好但是二点零的方案 现在接下来市府 也准备要再提三点零的方案 那三点零目前还没有定案 但你光看2.0到1.0 就会知道整个政策的目的是完全被盗而驰 我如果不强制太久换星 请问我要怎么达到程式减碳 我要怎么降低基隆市的机车的数量 不会造成交通跟停车的灾难 政策本身被盗而驰就算了 但你可以看到来算一下真实要支出的钱 基隆市的财政状况很不好 或是贫穷 我相信是很多广大基隆人都蛮有感的 尤其是你当你花了几十分钟 到了外縣市双北市去看 你更会感受到基隆市窮到连路都不好 所以你看整个电动车补助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光是补助车体我就要花27亿 2.0的方案里面就像是中华电信 或其他电信业者的吃到饱方案一样 它会有免费的零元方案 零元方案谁要出 我们要自己出 所以最高我们补助到699 我补助几年 我补助5年 你这样算下一个人他光是资费补助 我就要补助到41000多 所以我们也算了另外一个算式 但是目前市府还不太承认 但是真的是臣妾的希望 市府在提出预算的时候 因为我们接下来追加价预算 也要省3.0的方案 那到底会花多少钱 目前不知道 目前我这样算 会花30亿以上 那我们还要再出多少钱 目前整个电动车已经花了 编列了超过11亿的预算 所以我预计我还要再花19亿 接近20亿的预算 20亿多少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比例 举例可以给大家举例 就是我们目前稀赌在盖社会住宅 光明安居 很多的青壮年或弱势家庭都非常期待 光明安居的造价多少 光明安居造价25亿 所以我如果这30亿的预算 我不是先编载电动车 我是先改善名称建设 基隆市可以自己出资盖一整栋完整的社会住宅 那你可以看到是说 我现在会说 但市府不承认这件事情 我们在去年的预算书到今年 接下来要审查的追加减预算 这两个事实都很可怕 今年的市府预计要增加主债2.5亿 谢市长一直在强调的 亚洲最友爱城市或行人友善的基础建设 这2.5亿我根本不用再跟银行借 那在今年追加减预算 有一个事实我觉得还蛮惊人的 过去市府几乎没有这样遇到过 我们市府就像是 我们自己在管钱一样 所以你会存钱嘛 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存钱的东西 叫做税计剩余 税计剩余就是我当年度 我存下多少钱 这每一年都会决算 就像是家里在管钱一样 所以我们在111年 前年度那时候我们这个努力省了 省下了大概7.49亿 但是到了我们接下来要面对最佳减预算 我将7.49亿几乎全部用光 那电动车相关经费占了多少 占了7.3亿 我要再强调一次 如果电动车的政策不是优先做 我根本不用吃老本 我不用再把老本吃光 我这7.49亿还会剩下来 继续滚到其他地方去使用 我觉得市府的施政优先 顺序错乱跟迷茫 我认为是现在 谢市府被大家很不谅解 或者是比较难以接受的事情 因为电动车到底要带基隆士去哪里 我觉得这真的是还有赖市府 在做更完整的说明 那我最后再讲另外一个 算一件事情给大家看 当然这都是钱 这很多都是 你现在看到上面所有的金额 都是我们的纳税钱 市库是谁的 市库其实是我们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缴税 我们不会有市库 目前教育基金 基隆士教育基金 是即将用光见底 我们只剩2.7亿 你看 我们教育基金只剩2.7亿 但是我电动车相关补助 我就是3亿7亿在便利 我的公车 我们的公车处已经是每年亏损1.5亿以上 那今年预计 我的亏损肯会到21亿 他要破20亿大关 现在很多长辈或是行动不便的人 会来反映的 我相信肯会一桌那边很长 收到就是这个滴地板公车 能不能采购多一点 这件事情我没有算给市府听 就是如果你要采购一台滴地板公车 现在滴地板公车行情是这样 以前基隆士因为很穷 所以我只能去买二手的公车 但现在是滴地板公车太抢手 所以我几乎没有二手的要让出 除非他真的很老 老到10年以上 他是已经要太除了 不然你轮不到 你就只能去买新车 所以如果基隆士要买一台全新的电动车 而且油车现在又不做了 我要买电动的滴地板公车 加上中央补助 我一台车要500万 我如果要让现在电动车 滴地板公车比例到六成 六成其实很少 我们现在是一个超高龄化社会 我要到六成 我要买21台新的滴地板电动公车 我要花1亿多 而且这个还是用前几年的物价在算 现在一台新的电动滴地板 电动公车应该是1200万 1000万大概是前年度的估价 那老年人口每年都在增加 所以我各式各样的社会福利政策也要增加 因为人数增加我就要给他们 那这都是民生基础 我一年光老人人数增加1% 三万六千多人 我要增加的预算就是将近一亿六千两百万 这些都是基隆市要真的要认真去思考的 就是已经是捉襟见仇 然后你要在就是 由你当思 无你之苦 当下先反思的财政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办 我觉得是市府真的要先把政策的施政顺序弄清楚 然后再来做任何的施政调整 是 真的就是要施政愿景的顺序 这是大家很重视的一二三四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财政花在真正的刀口上 是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 我们要解释我们的长召分 这个我再稍微補一下 就是施政顺序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真的要再度给谢市府 一个很大的提醒 亚洲最有爱城市 这件事情我是相信 也真的觉得它可以慢慢推进 我这件事情也要公开帮市府肯定 就是过往没有任何一个市府 相信这个梗惠大哥一定更清楚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市长 是从民生跟社会福利或者是弱势 妇女的角度在谈施政愿景 所以亚洲最有爱城市 很多就是从这些人开始 所以这样子的施政视角 我觉得是以往的市长都没有 但是反观你可以看到是 我们现在有编了很多施政不明 愿景不明的预算 就是不管是双层电动巴士也好 或者是说港景乐园要花2.4亿 然后1000万的超跑的加年滑这些 它施政愿景不明的政策 到底要不要往下做 市府现在虽然也有公开说 像是港景摩天的2.4亿不做了 1500万的人工草皮的政策也暂缓 那1000万的车辆产业加年滑 就刚刚提到去年的超跑加年滑暂 但这些都希望可以再三家评估 因为等一下要讨论到的长照的问题 我觉得是非常多民众每天在呐喊 跟他家里正在面对到的辛苦 对 长照真的是大家现在 目前会遇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老年化人口 已经到了全台湾的第5名 我们要请教耿惠一座 请 我想针对目前我们的 长者化的问题我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想目前的话我们从三月底来讲的话 本市的人口数来讲361874人 65岁以上的人数就达了74330人 占全国比例的 全市比例的20.54% 那全国是排行第5 那老化的指数的话是 213.13% 全国排行第3名 那依我们七土七来讲 现在我们的长者数的话是 19.51% 占人口数的话 19.551% 本市列丸 独积老人有大概有1812% 那这个有关这个长照来讲的话 入住型的我从第一届开始 从23000 就是低收入 中低收入 生活津贴1.5倍 总共不能超过23000 这是我108年之前 一直在争取 那108年到 112年的话 我又一直在争取 然后又改了 改了什么 税利级的 按照税利级计 百分之 级来讲 他扣5%的话 他可以补助 4万 这个不晓得看得到 好 扣5%的话 他可以 补助 4万 5万4等于说一个月的话 平均的话大概4500 然后 我们又有12% 12 就是 税利级的话 他扣12% 45000 然后刚才讲的抱歉 刚才5%是5万4 这就是在108年到112年的试用 那最近的话 112年的话又开始又提高 提高我们来看这一招 这一招的话是我们 6万块 6万块提高是12万 12万他的 条件是一定要照管中心 边定位4级 4级 然后身心障碍要中度以上 然后就是要累积要住半年就对了 要180天 这些适用的机构 也都很清楚 在那个我们社会处网站都有演示 老人福利机构 一般父理之家 身心障碍福利机构 住宿型长照机构 精神父理之家 荣誉国民之家 还有那个 额少安置机构 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几个当然 我也要感谢我们议会的同仁 在这本辉 梗辉这六届 我一直 每次总执行 我一直在讲 这个项目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给我们年轻人 你有父母亲长者的话 你就知道 负担很大 当然我现在双亲都不在 当初我一个月大概都四五万 我的夜风还五万多 大概几乎都是这个 那当初我一直在 在向中央提案总执行 希望社会处积极的来整齐 那这段时间有 两万三到六万 到现在的十二万 当然这些都是来自 四年的纳税钱 中央因为本个预算就是那么大 那么大 一个大饼就是那么大 当然这个给我们年轻人一个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少子化 少子化 也不敢生 然后甚至于不敢结婚 房价高 然后收入低 然后又有长者要照顾 这些让我们这世代的年轻人 再喘不过去 所以这个我也一直在 在向开会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争取 希望在未来的我们首相老人化 很多的福利建设机构 公家的机构要多盖一点 闲置的土地可以来盖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减少一些负担 让他们敢来结婚 敢来成家生殖 那未来的话 我们现在少子化 真的少子化 非常可怕 未来会影响到国王 影响到产业 都相对的影响 没有能力的话 以后未来这个产业谁去做 这些都种种问题 这些中央应该也有警性 不是今天才要去 这几年才要去准备 他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少子化一下子会减那么多 一下子那些年轻人不想结婚 不外乎高房价 低薪 然后又有长者 若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你说长者要水照顾 你不能把他丢到马路上 对不对 父母亲养我们那么大的 不能总是把他丢着 所以这些总是让这些年轻世代 真的压力非常大 难怪我们这个高房价 我们实在跟冠宇在不是开玩笑 他说房价低的话 他才敢结婚 他有一个很要好的女朋友 相同大概十几年有的 这个就是因为压力太大 所以在这边会期待我们中央 要积极的对一些政策 应该要有所调整 那至于为什么前一阵子讲 我们的 他关系的是相对的 跟照管跟社会会申请 非常非常的密切的合作 那也由这些照管人员 就是这些他们仿制人员 有严重的缺乏 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 我们来讲我们的照管人员 中央核定是22个 22个人 目前我们基隆市 才聘13个 还缺少9个人 每个人分配的话 你给他算时数来讲的话 来回的话 我们只要说来回 但是车程算一个人 包括联访 我们一个钟头就好 他平均 一个月平均 每人要分配 363个案子 这些庞大的一些 工作压力 难怪我们现在切额 还切那么多 但事实上我们卫生级 也一直在奖励 一直在编他们的一些配配 比如说公务车的机车 还有公务的椅衣 家房包 平板电脑 包含 这些漆狗 漆狗器 为什么要漆狗器 因为我们基隆市 山漆 他有时候去仿的话 野狗 因为山上都养狗嘛 就把它放出来 所以他一定要 配配有这个一些漆狗器 跟防囊的喷雾器 等警报器等等 还有一些乙穴等等 我想那薪水的话也不低啊 但是就是没有人要去认证 四万两千四百二十字 五万五千零八十元 这些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个切 还要切九个人 这些当然啊 在整个工作压力 在整个 他们在工作压力是不是有 有所要调整 不然的话这些的话 造管的话 为什么若是没有补齐 相对的 影响到他们业务的推展 因为三百多个人 他只要说 那些集职需要帮忙的话 你到他家去 搞不好时效都过了 因为他一个人要负责他 也不是他愿意这样子啊 因为负责的太多 人数太多了 一个人一天的话 你总是要让他休息吧 所以这些也是值得我们 不管是社会是卫生局 两个单位要相互来配合 未来我也希望我们这些造管的人 也要尽数的来 把它补齐 让这些劳逸能够精衡 使这些业务能够继续推展下去 对 就是要提升造管人员的 随身配备还有编制之外 就是要检视我们的 长照福利政策 另外呢 也要带大家来 关心一下我们的教育基金 一块来看这一段影片 就是我们的冠宇一座 他在市议会提出的 教育基金分配的情况有些奇怪 陈冠宇也建议被挪用去 新建信义国小停车厂的 五亿五千多万元教育基金 应该要补回去也获得市长的同意 从104年到111年每年都在编钱 连续7年编了五亿五千多万 接近五亿六 目前半毛都没有办法回到大水缸里面 就是教育基金里面 我如果这五亿六千多万 我可以回来的话 我光营养午餐补助 我可以吃老本补助个十一年十二年 我到底能不能把这笔钱追回来 好 这笔钱有没有违法 我告诉你 没有 原因在于说102年最新修正的 虽然它只有修正一些法条上面的定义 它没有做任何法条内容的修法 在于这边 102年重新修过的基隆市地方教育发展基金 累积剩余滚存支用用点 第四条的第二项根本背道而止 它上面写说 其他经核准凤合补助或办理之项目 都可以动之 意思就是说 第四点里面第一项里面说 你的教育基金累积的 剩余可以用在哪边 都是教育基金本身的预算 但是有一种状况是 如果市长同意事务会议通过 我所有经费 我都可以用教育基金来补 所以这几十年来 教育基金就像是一个市长的 或市府的小金库 我哪里缺钱哪里补 哪里缺钱哪里补 因为这个其实都是市府 各个不同的口袋 就像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大概都有不止一个银行账户 这样子 那就是不同的银行账户 但是钱加总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说如果冠院 你这边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们可以跟主计跟财政讨论一下 把这个新一国小这个停车场的 这个建设的经费 从市府的口袋再慢慢的还 所以可以看到教育基金即将见底 但是穷不能穷教育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冠于一座 就这一个议题 来检视其他的一些基金分配 我觉得因为刚刚那一段是在我去年11月的 第二次总质询 然后现在重新看那个片段 我刚突然觉得很感慨 那当初就已经提了 应该说过去其实在第19届的时候 其实往显之前议员 其实就已经在追 那当时那是半毛都没有还 那现在经过了半年 有半毛回到教育基金吗 告诉大家 几乎没有 我还是没有 那原因点下也会跟大家说 但是我还是要先强调 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 刚刚市长其实有一个说法 是我没有那么同意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银行账户 然后都是大水缸 不好意思 我完全没有办法同意这件事情 我在这一次 在5月的这一次 第三次总质询 也再提出这件事情 那他还是有用这样子的论述来说 他觉得是银行账户不一样大水缸 为什么我会无法认同 是因为不能穷教育 有一个很基本的是 我每一年会投多少钱 在教育里面 跟你的优先顺序到底是什么 就像是比如说我家里面 在分配财务 我每个月小孩子的生活费 教育经费 我可能会先编 那就代表这个家庭 重视小孩子的教育 但如果说比如说今天 这个城市在编列预算优先顺序 像刚刚已经提到的 电动车已经编了11亿多了 丢进去 反光教育基金真实的累积剩余 就真的只剩2.7亿 这件事情如果是 如果是库我们自己的财务分配 不再往前丢进去的话 会不会突然增加 告诉大家也不会 因为中央不会给基隆市更多的钱 他每年给你的钱就是固定的 就是最一开始可能会提到的那一段 2.7亿这件事情有一个 带大家来看是 营养午餐这件事情 我在去年就有提 就是那时候的算法不够精准 我在去年11月说 我要稳定跟提高营养午餐品质 我可以吃老板可以吃4年 但我现在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我只能吃2年 原因是因为我们提高了每餐20元 然后加码补助 为了让我们的营养午餐品质稳定 然后甚至有部分的水准 可以慢慢跟双北接近 因为我们正跟双北太靠近 那很多孩子家庭 也是从双北市搬过来 所以加码20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的政策 但是同样的 我针对免费营养午餐的补助 我针对特殊境医家庭的补助也会提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光是加码补助 我一年要支出的 其实是1亿3600万 另外一个稳定营养午餐品质很大的关键是谁 当然就是厨房在长厨的人以及营养师 这件事情我们在议会一直在提 就不然是说营养师的聘额要增加 厨工的薪资要提高 让厨工稳定 因为很多厨工在寒暑假 会因为寒暑假不公餐 所以他们就没有薪水就离开 那好的厨工就留不下来啊 所以在这一次最佳选预算也编列了一笔是 1700多万 我要能够改善厨工跟营养师补助 所以这样加起来 一年我要增加的支出就是1亿5300万 我如果这时候 教育基金的水库还是那么低 我两年我就没钱了 那请问我的营养午餐到底要怎么办 难道营养午餐的施政顺序 比较后面吗 我觉得这也是 现在市府需要认真对待的 2.71这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 很多家庭会在意的 其实就是老旧校舍 就是介绍师因为开发的很早 而且我们很多学校都盖在林山 或者靠近山的地方 你看现在任何一个 不管是成功国小 明川国中 安乐高中国中 每一个改建经费都超过3.5亿元 如果要让校舍可以改建 中央给我的钱不会增加 那怎么办 就我知道自己多出一点啊 我只剩2.7亿 我要怎么去做校舍改建 每一个改建 这个都是前年度那时候 就开始规划的工程 当时规划工程到执行就3.5亿 我从今年开始明后年开始 我可能都要到4亿以上 因为营兼物料一直在涨 就跟捷运一样 所以终究会有一件事情 市府要说明清楚的是说 林前市府有一个是 我会拿来 我觉得荒谬到不行 当初怎么协定 还这个5亿 接近5亿6千万的 新一国小的支出呢 他们说就是用中兴国小 以及未来田径厂的 开放的停车厂 去慢慢还款 但田径厂工程 我相信各位市民朋友都知道 田径厂到底怎么会完工 这件事情还在未定之前 因为之前林前市府 在针对这个公共工程 也的问题也非常多 到现在谢市府都还在努力解决 我就算算它启用 每一年这样算下来 我也要还93年 我才有办法还 这5亿6千万 93年那个时候 台湾跟中华民国或基隆是什么样子 大家都没有办法想像 但我这笔钱就要还93年 我田径厂如果继续delay 我可能要还到100年 都不为过 这个当初在109年 林前市府的还款的约定 荒谬到不行 完全是默示教育基金见底的事实 另外也有一个是 后面再跟市府在追踪的时候发现 真的有一个明确公文指出 教育基金至少出了多少 我们在交通部公路总局核定的公文 就可以看到 教育基金花了1亿5000多万 但我们的交通处只出多少钱 交通处只出了2000多万 当初林前市府说 因为新英国小改建 会顺便改善整个校舍 所以教育基金不要分那么多 所以我们教育基金钱一起出下来 他也说我未来用停车场慢慢还你 但光是公路总局的公文 就直接打脸这件事情 我光盖停车场 只有停车场没有校舍 我停车场是为了谁服务的 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 跟解决市民已经困操许久的停车问题 我教育基金花了1亿5000万 这合理吗 那我未来要不要用教育基金去造桥铺路算 因为反正教育基金有的是钱 这个还是要回到去年已经有提的 但是市府现在说 针对滚存的支用要点 应该在7月底会修法修掉 未来所有的教育基金滚存 会都真的专款专用 不会再是变成市长或市库的小金库 然后觉得市府会一通过 教育基金有钱就用 希望这件事情在7月底真的可以兑现 如果兑现的话 这边也要高度肯定 谢谢市府 你做了真的穷不能穷教育 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未来我们教育基金 不会再被挪用了 好 真的 就是要务必要考量财政的永续 另外还要严守财政的纪律 我人民的纳税钱要花在刀口上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要说到学生 说到教育 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检视市长上任后 他其实有一件事情 让我们的肯会议做非常的赞许 就是他改善了很多学校的同学廊道 不是 在有关这些市长上任不到大概一点半时间 我觉得非常让我们市民还是我们这明代 对他的称赞 这不得不在这边向大家报告 我想在这段时间我想冠影应该很清楚 他整个来讲的话大概有 我们有14所 甚至于现在有些几乎都已经花包了 那马林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马林 马林这样已经完工了 那来讲的话 包含基隆市路口隧道 机构的 等于周边的步道 那个是中船路口 那边路口改善工程 那是要500万 中正国小 中正国小那些啦 还有中和国小 通学步道他也255万 那完以后这边 这个中和国小 政兵 国中的通学步道改善也756万 然后加上后面的 我们第六项的五轮国中小 国小通学步道也花了大概1152万 然后成功国中 通学步道他也是542万 东信国小通学步道 还有大概1763万 深美国小通学步道大概848 建德国中国小通学步道大概1442万 包含地内国中通学步道500 就是万一的你们那个 软软区的516万 东光国小的话通学步道大概1911万 总共的话是1亿2681万 那这边的话我举例来讲的话 就像我们那个 马铃国小已经完工了 四公里让大家比难民营还差 你看 这就是马铃国小 被完成的时候你看 这些道路比难民营还差 怪典你看 这些 前市长不是没有接受地方上的怀应 8年了 不做就不做 不做就不做 所以说 我不是在这边夸张我们切市长 他真的成如冠意所 真的非常有爱城市的一个 他这个教育不能等 马上跟他反映一下 十四所学校 现在都已经在规划已经花包了 规划设计已经通过完了 这十四所 那马铃先完成 其中能看吗 这也不会花多少啊 就是不做就是不做 地方上里长反映 校长反映 地方上反映 就百般的理由说不能做 那为什么谢市长 为什么能做 现在完工呢 抱歉 抱歉 太激动 现在说你看 你们照过来 现在多漂亮啊 这些百年的学校 马铃国小是百年的 这些老的一些 学长学姐们回去看 哇 你们这些老的 这些老的 这些老的 老的 协市长帮他们 虽然经过我们一直建议 地方上几位议员也很关心 每个议员都关心 里长啊 现在终于做好了 所以我在这边 除了 肯定我们市长团队 你们继续加油之外 当然啦 一个 丙就是那么大 我当了六届的话 我也很了解我们市政府 一个整个议算就是那么大 他不可能那边要 那边要做 那边要做 他有的轻重晚急 所以在奔恩 一年多的时间 能够做这样 包含今天是没有谈到 一期一特色啦 对不对 他也做得无所的 室内的有 那个 儿童乐园 有的乐园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给他赞叹的 还有包含我上一次监视区 等等那些有外的 时常发生车祸 他也做的 他以前都没做 都不能做 也缓映很久了 所以在这边 我也对我们市府团队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看出你们的 用心的成果 继续加油 是 就是要倾听地方的民意 看看到底地方需要什么 所以现在要带大家来检视 我们的暖暖街 暖暖街 其实小小的一条 很多问题 但是住了非常多的人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冠语一座 我觉得顺者 就刚刚耿慧一座有提到的是说 施政的顺序是真的很重要 那 有没有办法在这四年 或者是假设限时长下次还有八年 然后我们让 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开始慢慢出现雏形 或者说过去可能像针对行人空间 针对道路平整 针对大众运输 像公车路线 然后公车品质等等 得到改善 让更多的可能处境比较辛苦的家庭 像包含刚刚一开始提到的长照 就是长期照顾的问题 就是开始慢慢知道说 其实施政者是会回应到这些很基本需求的 而不是只是在做比较 皮花或者是市区观光行销的建设 我觉得那真的是在施政顺序上面 必须得做回应跟调整 那行人友善这件事情是 市府上任之后一直在自己推动的 那也坦白讲 我觉得有一个经验 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基隆现在应该是全国几个少数县市 就是你到路口 你到那个斑马县 你看到很多汽机车都会停下来的地方 我觉得那个在行人友善推动 跟不管是透过政策面的执法 以及基础建设的改造等等 我觉得那都是让民众开始有感觉的地方 那接着要回到暖暖 我那时候我在五月这个时候 第三次投资群的时候 跟市府讨论这个问题 我那时候就用这个开头去说 你如果去问暖暖街 住在暖暖街或暖暖老街的人 去跟他讲行人友善 他们大概会觉得完全没有 没感觉 对 真的没感觉 原因是因为暖暖老街确实在 不管是民国六十几年那时候拓宽 然后或是拓宽前拓宽后 他都真的很窄 那在拓宽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去考虑到行人空间 所以 你可以看到接下来图面上面出现的照片 我们自己办公室 因为就在暖暖老街上 那不管是从 我们通常会有老街跟新街的俗称 那新街跟旧街 大概就是 这个以东市街跟暖暖街的交界为分隔 那比较下面靠近暖车站的是旧街 上面叫新街 但两个地方的问题都蛮类似的 这样包含是说你从暖暖车站出来 像这阵子也有人在讨论 其实是说暖暖车站出来 你要走到暖车站上其实很危险 那最安全的做法 其实是绕过来走金山街 然后但是你要越过一个月台 所以未来有没有机会在暖暖火车站 增设电梯 我觉得那是市府跟台铁 也要再去协调跟讨论的 那因为暖暖车站的使用率是真的越来越高 那你到了暖暖街座 你就会看到行人真的很危险 我不管是骑楼不连贯 高低有障碍物 或者说路側它基本上是很常被停车的 然后没有人行道 老街有一段部分是没有人行道 那我一直延伸到接近 过了暖暖国桥 靠近暖暖国桥 人行道开始出现了 但你会看到骑楼的宽度一样 就是道路宽度有限 所以人行道很窄 然后我们的电感是直接插在人行道上面 所以你可能稍微就是体型稍微大一点 你不要到轮椅族 也不用到储拐杖 稍微体型大一点就会不好经过 然后一样是骑楼的问题 那你到了过了东西街口 到了新街 你就会看到这个并排停车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一旦不管是中午还是傍晚 然后有时候甚至并排停车会一次到 两台或三台我都有看过 因为道路本身设计其实是宽度够 但是我没有去设置停车格 也没有去设置人行道 比如说有些上下上下 或的停车空间也没有设置 然后我一路走暖暖街 我要到接近到乃兮国桥好了 我会看到很多的路口 像比如说暖暖街281巷到暖暖水源地 那是很多民众会去散步的地方 他其实没有行人穿越线可以到对面 但是那边的人行 那边的绿色斑马线在中央补助跟要求下已经化设 所以其实整个暖暖街的人行空间 都需要做全盘式的讨论 那有没有改善方法 其实是有的 改善方法其实就包含是说 我道路两侧的空间 你像比如说以新街来说 我能不能化设停车格跟坐人行道 绝对可以 因为道路宽度11 12米 绝对够 为什么要强调人行道 如果要为了商家的生意要提升 你要让人可以驻足 最好的做法就是他不要开车来 他可能在旁边买个 就是度时机买个便当 然后就可以走路到前面去买个饮料 或买个全家之类的 那他才有办法联合经营 因为人就会被放在这边 所以人行只要能够让路测空间变大 方向是比如说我的电缆 电感要地下化 揽线拔主 我就不会 我的道路面积跟空间就会增加 那甚至像比如说 我的棋楼能不能整屏 现在棋楼整屏也是市府一直想要推动的 那我们也希望棋楼整屏 不要只放在市区 暖暖街或是其他区 我们只要是居民高度使用的地方 都应该纳入棋楼的整屏规划裡面 让各个民众或者是店家有机会来配合 那甚至像刚刚提到的 像东西281项 他其实就应该要设置一个斑马线 跟行人耗制灯 让人可以直接安全的过马路 然后到对面的索严地去散步 那停车问题 其实这件事情大家也都知道有方法 因为附近其实是有能量的国小 然后有警察局 所以我针对学校的用地 针对派出所用地 有没有机会改建去设置地下停车场 这件事情其实过去地方应该喊了10年以上 但每次都要用经费不足来回应 但也像刚刚董灰一座讲 这真的不是经费的问题 经费要有绝对有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需求 我觉得才是执政者必须要回应的 所以未来如果说机关用地可以调整 我的国小下面做停车场 然后警察局宿舍做调整 他的部分也是做地上或地下停车场 老街的停车问题可以解决 行人问题也可以解决 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办法让暖暖区 或暖暖街的居民感受到 行人友善也有在照顾我们 是对 除了这个暖暖街的问题之外 其实还有圆圆路嘛 对 我们一块来看看圆圆路上的一些建议 基隆市暖暖区圆圆路段 因为长期大小车辆碾压 特别是暖江桥道定内之间的路段坑坑洞洞 就算修修补补也不平坦 因此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特地邀请市政府公务处办理会刊 要求尽快进行这个路段的刨铺工作 保障来往车辆的安全 圆圆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多暖暖居民 甚至部分瑞芳居民非常仰赖的道路 可是确实道路品质的服务状况 是越来越糟糕 就是你可以从铺面一块一块的方正切割 到路际已经有部分凹陷 然后这个案子其实除了暖暖的居民带反应之外 连瑞芳人都有来服务处反应 那市府在前几年的时候 虽然已经核定了一个道路服务品质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那个 道路品质提升的计划 但是我们却一直迟迟等不到开工 所以今天特别办理会堪 希望公务处可以重视 尤其是从暖江桥到中游这一段的道路品质 然后希望他们有进度的陆续改善 那除了因为品质的道路 負面状况越糟糕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危机是 没有意外的话 越美土磁场在今年就会正式开始营运 所以未来随着土磁场的大量的沙石车 重车碾压的时候 你可想而知我们的远远路 它的路面就会像巧克力碎片一样 越破越糟 所以也希望市府趁着现在土磁场 业者还没政治营运 赶紧再去跟业者还有市府的都发处协调 至少在道路铺设的范围 能不能扩大回馈给基隆市市民 不过市政府公务处指出 规划将先针对地内中心这一段 进行道路重新跑铺 那远远路的部分我们会分 暂且目前是分三期四座 那第一阶段部分 会从地内街做到暖定路口的部分 第一期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去年上网招标 那因为留标两次 我们有重新办理预算检讨会议的部分 那预计三月份会再次上网公告 那整个公写的部分 大概会是180个日历天部分 那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年上半年部分 进场来做一个私作 市议员陈冠宇指出 既然市政府把远远路定位为示范道路 应该尽快争取预算 全段进行跑铺 提升整体路面的平整度 真的那段路真的很多人在使用 而且大家都很有感觉 这就是地方民众很有感的地方 其实远远路有状况 我相信你只要有开车或骑车 就是都会知道是那边 有时候民众都会俗称那边是越野赛道 那示范道路的争取 这件事情 其实从林前市府时期讲到现在 那我们也知道 在中央的分配下 我们也只争取到一小段 就针对地内国小跟不爱人家 前面的这一段为主 那但还是前面有提到的 民生基础建设真的不能等 所以道路的平整 并不是要等到 中央的计划经费下来 你才有办法做 你本身的市政预算 就应该要增加 或是多分配在这边 那远远路的道路使用密度 又那么的高 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记得那时候办会开始在3月 那时候也还在下雨 那浪远区的议员 基本上都关心这一条 因为几乎是每个民众都会用到远远路 所以是真的希望是说 像我们在去年有增加了路灯的经费 所以有些路灯 可以太久换新跟震设 但也希望道路刨铺的品质 在远远路的示范道路计划来之前 市府也必须要保障 跟让民众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是 就是要让民众可以安全回家 而且这是民众最有感的事情 其实在七堵区也有 我们要请教梗惠一座 我想整个道路来讲的话 目前据我所知的 当然是 403那个大地震以后 整个全台湾省有感 尤其花园大地震 然后在整个道路来讲的话 桥梁的话 我想我们基隆市 尤其七堵区 很多桥梁道路都是在河 河床地上面 我们有新旧台湖县 中山高北二高系统交流道 等几条桥梁都是在我们道路上 对 那一个大地震震以后 我记得在我们四月份的时候 证完以后刚好有的临时会吧 完以后有个开会 没有 那时候临时会完结束 临时会完以后有个提案 然后到目前为止 刚好有开个会 那时候就建议 我们市政府前面的检查 因为我是希望不要用目测 目测毕竟我们用看的 跟实际的用仪器来检查 可能有所差别 所以我还是希望在 我有提个案子 希望能够前面检测 因为现在又没以季节 又开始了 接着又台风季节 那整个道路的话 再整个检查的话 因为上一次 刚好运动的时候 有遇到水锅上 阻塞了一大堆 因为可能是 冲刷下来的 地震以后 震垮那些 那些我们Port 2的那些土石 然后冲流到那个水溝去 那我想 有必要说前世都要动起来 不管是水溝油阻塞到 还是道路不是产业道路 各旗旗旨 那个我们市政府 相关单位应该要积极的动起来 因为不要说等到那个 一个暴雨下来的话 很多就是因为阻塞到 没有办法及时的卸出气 以示会造成积水 然后造成一些災害的问题 所以这边也 也借这个机会 有再次的呼应 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尤其现在 煤雨季节已经开始了 那未来的话 整个台风季节也来 这些都是指责 我们市政府相关部份 积极的把它做好应配的措施 那在我们这个七土区来讲的话 很多道路狭窄也可能被影响到我们消防车的 通行 通行的这个讲究 例如像我们六堵里 六堵就是我们六堵加油站 对面那个天桥过去那边 上一次因为消防队也是在那边演练嘛 因为若是大型的消防车就没有办法进去 需要的话延伸拉水线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值得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是不是对一些比较窄的那些 像的话有人口有寄住的地方 这些都要去研一办 你看那是必要的话也是要扩宽 让消防车能够进去 然后万一 当然我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这些就值得我们在前世做检查的时候 务必这个事要列入一个重点 来保证我们生命财长的安全 是 这就是要深耕在地为民谋福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异作 来到我们民意交响曲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谈来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 还有市政课题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